高度发达的远古文明城市突然灾难降临 几乎在同一时刻 全城四五万人全部死于来历不明的横祸 一座繁华发达的城市倾刻间变成废墟 不可思议的是 在这些死者的骨骼中 竟然发现了足以和广岛长期的核西级死战者相当的核辐射量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欢迎收看大象真白 我是二师兄 今天我们就来说说世界三大自然未解之谜 第一篇死丘事件 1922年 考古学家在印度河沿岸的一个小岛屿上 发现一片古代废墟 这个地方位于今天的巴基斯坦境内 这片废墟原先是一座城市 占地八平方公里 分为西面的上城和东面的下城两部分 上城四周有围墙和壕沟 城墙上还有亮望楼 上城内部有带着走廊的庭院 可能居住着宗教祭司和城市首领 在这里还发现了一个面积达到1063平方米的大型浴池 这个浴池是烧砖启程的 还用石膏填了缝隙 再盖上沥青 可以说是滴水不漏 浴池周围并列着单独的洗澡间 入口狭小 派水沟设计非常巧妙 这就是后来局势文明的摩横佐达罗大浴池 和上城相比下城设置比较简陋 防岩低矮布局也不规整 可能是市民、手工业者、商人以及其他劳动群众的居住之地 根据碳14测定的结果 这座城市始建于公元前2600年左右 距今大约4600年至5600年 和金字塔的时间差不多 但是已经具备现代城市的特征 比如总体布局规划非常合理 还有东西和南北走向的宽阔大道 几乎每户都有浴室、变速 甚至还有排水系统 文明程度超乎想象 这座遗址被当地人称为摩横佐达罗 在印度语中的意思是死丘 也就是死亡之骨 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曾经居住在这里呢 这只古老的文明延续下去了吗 在对古城进行挖掘时 人们发现了很多尸骸 这些尸骸非常诡异 从其摆放姿势和位置来看 有人正沿街散步 有人正在家休息 明显不是正常死亡之后掩埋的 当时挖掘尸骸的博士说 所有的人好像都是突然之间 毫无预兆的死亡 从废墟中共挖出46具尸骸 其中很多发现了被高温燃烧过的痕迹 人们推断 一定是某个巨大的灾难 瞬间降临在这座城市 一切变成了废墟 全城四五万人的生命 也埋葬在了这里 同时出土的 还有很多刻着印度河文字的印章 这些文字 至今仍没有人能够破译 前苏联的科学家认为 摩恒佐达罗 是被一种叫黑闪电的天文现象毁灭的 黑闪电也叫暗雷 是一种罕见的自然现象 大气在太阳辐射 宇宙射线和电场的作用下 偶尔会形成活跃的威力 电磁场让这些威力聚集在一起 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 最终变成一团能量巨大的黑雾 极其容易发生爆炸 爆炸产生的温度高达15000摄氏度 而摩恒佐达罗出土的文物 有的就曾受到过14000至15000度的高温 所以真相可能是这样的 大气形成了黑色闪电 同时也产生大量的有毒物质 古城的居民 先是被这些有毒空气折磨了一阵 接着黑色闪电发生猛烈爆炸 产生的高温足足能够融化石头 爆炸产生的冲击波到达地面时 把城市给毁灭了 也有学者认为 远古印度河床的改道 河水的泛滥 地震等原因 引发了特大洪水 反围于河中央岛上的古城摧毁了 城内居民同时被洪水淹死了 然而 如果真的是因为特大洪水的袭击 城内居民的尸体 就会随着洪水漂流远去 城内不会保存如此大量的窟窿 考古学家在古城废墟里 也没有发现遭受特大洪水袭击的任何证据 古城的废墟中发现了爆炸留下的痕迹 爆炸中心的建筑物全部已为平地 且破坏程度由近极远 逐渐减弱 只有最边缘的建筑物得以幸存 考古学家还在废墟的中央 发现一些散落的碎块 这是黏土和其他矿物质烧结而成的 罗马大学和意大利国家研究委员会的实验证明 废墟当时的熔炼温度高达1400至1500摄氏度 这样的温度只有在冶炼厂的熔炉里 或持续多日的森林大火的火源才能达到 而岛上从未有过森林 因而只能推断大火源于一次大爆炸 其实印度史诗记著摩赫普罗多 就记载了一次特大爆炸 描述中说到 一种叫阴陀罗剑的武器产生了耀眼的光芒 无烟的大火 紫白色的极光 银色的云 奇异的夕阳 黑夜中的白昼等等 这些描述都不得不让人联想起核爆 因此 阴陀罗剑极有可能就是毁灭古城的真凶 而历史常识告诉我们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末期 人们才发明和使用了第一颗原子弹 美国原子弹之父 罗伯特·奥文海默 看过摩亨佐达罗的记载之后说 这和核熄机没有什么分别 这里有一个很关键的证据 古城废墟的土地上发现大量的玻璃 要知道核爆发生时 在极短的时间内就会产生高温 足以融化沙子 形成玻璃 再加上人们对遗迹现场和出土骨骼进行了化验 都发现了与核爆相同的辐射含量 所以 有观点认为 史前文明曾经有过核技术 关于死丘事件的谜团 至今仍没有准确的答案 它和前苏联的通古斯大爆炸 中国的天启大爆炸 并成为世界三大自然未解之谜 我们会在以后的影片中 陆续为大家说说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欢迎三连和订阅 我是二师兄 咱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